每到开学季,最受瞩目的就是中西北影表演戏《新生入学》,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高颜值小哥哥小姐姐,可以说是大导演夫。 虽然今年的开学季已经过去了,但小编看完国风美少年海选面是现场霸出的剧透照之后,可以十分负责任的告诉大家,眼狗的春天又要来了,国风明星脸大厂男孩妹妹撞脸,微微一笑很清澈,作为以国风美主的综艺节目,海选面是现场自然有不少古装扮相的选手,隔着屏幕都能吸一口仙气, 这其中就有壮脸爽妹子的选手袁嘉义,一心白英系当中又不失前美,一瓶一笑还真有小爽当年的影子。 说来很巧,袁嘉义还是大厂男孩杨妃彤的妹妹,海选面是当天就有偶族组额欲杨妃彤陪妹妹来面试,老天欠我一个像杨妃彤这样的哥哥,除了小爽以外,还有选手和杨妃也很像, 难道是又在国风美少年,现场演艺出素人版微微一笑很清澈吗?可以期待我,特别提一下王一伦小哥哥,妥妥的五星颜值,参演过不少热门偶像剧,微博粉丝又177万,人气选手无疑,不少网友觉得他是小宋威龙,但小编觉得两个人气之各有千秋,毕竟都是帅哥,不管怎么说,王一伦小哥哥的颜值是真的能打, 隔着生涂,都能感受到帅气,国风潜力鼓勒宋祖儿同班同学杨妃子抢眼大家都知道,今年北影新生最初瞩目的就是宋祖儿和吴,连尤其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宋祖儿稳作斑花,却没想到一张大合照,令大家想法突变,不少网友觉得宋祖儿一旁边的三个女孩子更好看, 尤其是C位中一头长发,素颜亮相的杨妃子,小编刚看到这张刻影就去找了这个女孩子的微博,还解锁了一个身体自闭,XR杨妃子小姐姐也是典型的初恋脸,同类型的女明星比如说秀智,鲫鱼,欧阳娜娜,随手一翻她的微博,就被小姐姐捏天的颜值惊艳到了, 哦,对了,并词凭借其严厉的外形和自身清新甜美的气质,已经被花瑞世纪迁入旗下,小姐姐能否成为下一个古装IP女主角,你忙可以期待一下 另外,小编还发现了一位笑起来十分甜美,非常有气质的小姐姐,就是那种随便穿穿都美的帽套的姑娘,没想到她竟然是延续攻略中,那个对付查复衡, 一往情深的丫鬟青莲,真的是从距离好看的去外,除了偶遇杨飞同,另外两位偶像练习生选手韩雄杰和徐赫妮,也参加了海选面试,这次在国风美少年的舞台上,大场男孩能走到最后吗? 此外,SNH48纵心眼,七度组合刘穆斯,也是网友大扩最多的选手,两位颜值和实力双双在线的小姐姐,我已经用小本本记下来了,从官方发布的剧照来看,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掰着手指都数不过来,放几张剧照给柠檬感受下,感觉自己都比恐惧症又要犯了, 国风快乐源泉,拿亮衣杆舞剑,笑得我头都掉了好看的皮毛笔笔结实,有趣的灵魂层出不穷,如果国风美少年,光是一堆好看的少年,我也不会这么期待,看到一些网友路透的奇葩选手照片,想问柠檬,真的是来参加海选的吗?有拿亮衣杆当街舞的,还有选手直接穿着睡衣来面试的,最好笑的是竟然由选手抓您录音, 一平,想问小姐姐出生那天的雨,是不是比一平,跟她爸要钱那些还大,目测就到国风美少年,即将成为我新的快乐源泉,了看完国风美少年的海选面试剧透,我打算刻报小哥哥小姐姐们的颜值,想问有没有小姐们一起换墙头,毕竟只要我爱都换得够快,寂寞就追不上我。